天涯2.5針的傷很大 包含肺癌 心腦血管 病病跟卵巢癌 郭台銘他自己講說 他有輕微的心率不整 而且台大證實說 這跟空氣污染有關 是 其實台大的蘇大成教授 研究這個蠻久的 他們之前就有發現說 如果住在空氣污染相對嚴重的區域 去做頸豆脈的潮硬波 就發現那個內皮會增厚 那內皮增厚顯示說 當這些空氣污染物質吸進去之後 事實上會刺激你的血管發炎 但事後來發現不只是傷血管 是全身都會傷 包括我們剛才談到的卵巢癌 風險也是其中之一 那比較有意思的是 他們之前在做一個研究說 那是不是只對年紀長的有影響 發現沒有 年輕人也一樣 我們說每立方公尺的空氣裡面 增加大概10微克的PM2.5 你可能心血管疾病風險 就上升一成到1500 而郭董的情況也很特別 他之前就是在台大做健檢的時候 發現他有行為的心率不整 那一開始想要心率不整 都會想說是不是跟飲食有關 是不是跟運動有關 可是他這些都沒有改變 後來突然覺得 我平常多數的時間 都在家裡或辦公區域 那你們說空氣品質這跟有關 會不會我也跟這有關 後來台大的團隊去做了檢查 就發現他說他們家的空氣 還有辦公室品質在邊緣值 也說沒有很差 但是也沒有非常超級好 所以開始改善這些地方的空氣品質之後 發現這個心率不整 好像真的要好一些好了 一半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 有時候常常覺得空屋是來自於 這些什麼摩托車 或外面的空氣 有時候就在家裡 所以家裡的廚房究竟危不危險 下一張電視牆太重要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的PM2.5在哪裡 炒菜5分鐘 在沒有抽油煙機的密閉空間 使用氣炸鍋 打開掃地機器人 它是背景值的兩倍長期使用清潔劑 潘老師這些是你認為的四大危險因子 沒有錯這個其實都是有一些研究的 像這個氣炸鍋這個 還有這個掃地機器人 都是陽明交大所做的這些研究 那這個清潔劑呢 過去這個是國外的研究 他發現你噴清潔劑的時候 事實上就很像抽了20根顏 所以我一定要提醒那個清潔劑 你用的時候已經有門窗要打開之外 而且千萬不要油下往上噴 因為我們很容易這樣噴 事實上你很容易吸進去 那冷鍋冷油的炒菜 這個是最重要 還有現在大家就是認為 就是說我都是用清燙的 其實我建議即使是清燙的 要開火就要開洗油煙機 洗火之後一定要再抽五分鐘 然後氣炸鍋放的位置 最好是在這個抽煙機的附近 然後用的時候一樣把抽油煙機打開 然後呢這個掃地機器人呢 其實現在很厲害 你都可以用手機設定 你出門的時候 你在讓它掃 人不在 你在讓它掃 然後呢清潔劑呢 最好是你煮完飯菜之後 馬上擦 為什麼 因為熱度的關係 那就很容易就是擦乾淨 那像我自己就會是盡量用水 那我是用這個熱的原理來做這個 這個是濾網 濾網 對其實它是很簡單就是靠熱 那你就是把它噴一噴 然後呢它就熱 它就會讓它稍微融化 然後呢你就是等一下 你可以更 就是噴得更久之後 然後再擦就可以了 那你多噴幾次之後 就可以把這個油污擦掉了 那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噴的這個叫做什麼 這就是水燈器機 對 然後你可以 就是把它拆開來噴也可以 對 這個是固定住的嘛 這是可以拆的 像這個已經擠了很多油 你就把它噴上去 它等一下就會 熱撐劑清潔機 對 就是我用水來清潔 因為我個人比較不喜歡用太多的清潔劑 素心 您第一次看到嗎 是 我就想說 幸好我本人相當懶 這些我都沒有做 所以我沒有受到傷害 所以譚老師今天教的是 用熱蒸氣清潔機 來洗抽油 煙機的濾網 是 對 但是我們要來看清潔劑 它有多麼的毒 如果按照你說的 要用空氣偵測器去測的話 為什麼會想要測清潔劑呢 因為我自己有一次在家 廚房噴清潔劑 結果客廳呢 它就一直就這個就一直叫 因為我們這裡面有一個東西 叫做這個室內的總揮發物質 它其實有一個這個TVOC 這個它會上升 那上面這個是甲醛 其實我當時買這個是 為了偵測家裡的甲醛 因為那時候我是從林口搬到台北 所以我很怕甲醛高 那我是有一次無意中的時候 發現噴清潔劑的時候 這個這個總素質的時候 它會上升 竟然飆高 對對對 其實它現在慢慢在上升當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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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